屋輪市府在去年的一次勒索軟件攻擊中 因工資支付系統出現問題 導致120名市府員工被多付了工資 其中包括去年因工信職的警員Tuanley 去年12月Tuanley在一間大麻店調查杜茲安時遭槍殺 市府要求從其遺傷Sara Fong的養老金和死亡付出金中 追回這筆多付的461元 此舉引發了屋輪警察協會的強烈不滿 警察協會從其成員中籌集了461元以代付這筆款項 並要求市府不再追究 在得知這個情況後 市府於星期三宣布放棄追回這筆款項 並對此事給Tuanley家庭帶來的困擾和不便表示協議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